中信兄弟职棒球队陈文杰为了要反馈培育学校及推动棒球运动 赠送球具装备手套和钉鞋给光复国小光复国中还有花莲体重棒球队等三所学校 一生轻松的陈文杰这次不出现在棒球场上 回到自己的母校光复国中赠送棒球队球具装备有手套以及钉鞋 在台上致辞的时候说比在球场上比赛还要紧张 出身在马太安部落的陈文杰表示 这次活动都要感谢光复香带会部主席蔡智慧的牵线促成 让小球员们能够继续完成棒球之路 主要这个理念就是不能忘记自己的启蒙学校 尤其是教练 我们要更懂得饮水师爷 虽然我们乡里面或是马太安部落有这么多的选手 但是今天看到我们陈文杰弟兄的这样的用心 这样的要为学校为他们的学弟们能够有这样的回馈的心实在是非常的难得 中心兄弟职业棒球队陈文杰为了反馈培育学校以及推动棒球运动 赠送球具装备手套以及钉鞋给光复国小光复国中花莲体重棒球队等三所学校 光复香长林清水特别到场致谢 也勉励小小球员努力全力发挥朝着目标迈进 记者高雄雄光复香采访报道